白俄罗斯驻华大使基里尔鲁德在其官方Twitter上宣布, 从2018年8月10日起, 白俄罗斯与中国之间30天免签证制度的协议正式生效。 根据协议, 两国公民持普通, 因私户招待一年内, 最多可在对方国家免签停留90天, 但单次停留最多不可超过30天。 白俄罗斯 白俄罗斯是位于东吴内陆的国家, 东启北部与俄罗斯为连, 南部与乌克兰接壤, 西部同波兰、立陶宛和拉脱维亚毗林, 国土面积207,600平方公里, 人口950万, 2017年, 是一个拥有美丽的自然风光, 清洁空气及热情浩特人民的国家, 境内以湖泊和流及茂密的森林著称, 很适合喜欢慢生活节奏的人去旅行, 进而了解到此地的生活习俗及人文历史景观, 布列斯特国家森林公园也类湖, 明斯克市民斯克, 是白俄罗斯首都, 政治、经济、科技和文化中心, 明斯克州首府, 也是独联体总部所在地, 还是苏联宣布解体的地方, 1991年12月, 苏联三个发起国首脑俄罗斯总统叶利钦, 乌克兰总统克拉夫-秋克, 和白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主席舒什克维奇在明斯克以西的别洛维日森林聚会, 决定签署别洛维日协议, 解体苏联, 并给美国总统老布什打电话, 宣布正义震惊世界的决定, 国家图书馆主前大教堂, 布拉斯拉夫湖区国家公园, 以白俄罗斯诗人命名的斯克里纳大街, 是明斯克最主要的街道, 长达十一公里, 街道两旁的建筑, 都是在同一时期一次性建成的, 1953年左右, 风格一致, 沿县分布驻列宁广场, 十月广场, 火车站, 市政厅, 国家博物馆, 图书馆, 马戏园, 歌舞剧院等, 几乎所有重要的地方, 明斯克郊外有两大世界遗产行别的城堡, 涅斯维日城堡, 米尔城堡, 涅斯维日的拉基维乌家族城堡建筑群, 英语, Nasvish Castle, 白俄罗斯语, 始建于1583年, 长一百七十米, 宽一百二十米, 位于明斯克东南约一百二十公里处, 历史上多次在战火中遭到严重损毁, 也多次得到修复和改建, 最终具有了现在的宫殿式城堡的模样, 城堡各组成部分在几百年间, 被欧洲不同国家的建筑师赋予了不同的风格, 2005年, 包括涅斯维日城堡在内的涅斯维日的拉基维乌家族城堡建筑群, 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遗产名录, 涅斯维日城堡的最终形态, 融合了许多建筑风格, 巴洛克市, 洛克克市, 古典市, 现代市, 目前涅斯维日城堡是白俄罗斯最大的观赏景区, 它可以说是白俄罗斯最美丽的地方, 也是整个国家最热门的景点之一, 涅斯维日城堡, 米尔城堡建筑群, 是中欧城堡建筑的杰出典范, 所在的区域曾有一段政治与文化分分合合之历史, 其融合了各阶段的艺术风格格特史, 巴洛克史, 吉文艺复兴式文化, 因而缔造出非凡的历史性遗迹, 米尔城堡是伯里兹建筑史上的伟大杰作, 是由伊利尼奇, 公爵为了代替15世纪修建的木质封建农场, 以及周围建筑物于16世纪的早期靠近里, 而村格罗德诺格罗德地区的地方修建的, 米尔城堡, 不仅自然景观如此迷人, 此国家美女众多, 她们武官、性格、身材都是最棒的, 散发驻欧洲人高贵迷人的气质, 但近年来, 由于经济发展缓慢, 白俄罗斯美女严重流失到了国外, 造成男女比例严重失衡, 为此政府还出台了措施, 限制本国年轻女性出国工作, 定居, 就是因为白俄罗斯政府认为, 在国家中女性是很重要资源, 而外流的话, 就有损国家形象及利益了, 进而希望外国人当上门女婿, 这对于国内的单身男性来说, 真是天上掉下来的巨大福利啊, 旅游时聊到白俄妹子, 就可以在欧洲定居的, 揭开而已, 聊到闺女, 白俄罗斯美女, 浪漫的一国婚姻, 聪明的浑血儿女, 这些想想就睡不住了, 但是大家要注意了白俄罗斯美女的性格, 可是极其开放的, 要有驾驭的能力才行, 而且据说美女在结婚生育之后, 体型就变化了, 从窑窕淑女变成了胖胖的大妈, 还有就是白俄罗斯美女酒量可是大大的有, 每顿饭都要来点, 这点大家也是要有思想准备的, 否则, 后悔可就完了, 在白俄罗斯赌博是合法的, 赌场虽没有拉斯维加斯的气势磅, 但也相当豪华奢尼, 比较出名的有Princess, Carrot等, 赌场经常能见到阿拉伯人等中东面孔, 偶尔也有一些东方面孔, 赌场主要集中在明斯克市中心区域, 内部设施很完善, 提供免费的饮料和小吃, 偶尔会有一些节目表演, 友情提醒, 切记的大赌, 好赌, 伤甚呀, 白俄罗斯美女, 关于短期访问登记, 俗称落地签而非签证, 相当于贷助证, 停留超过5日, 未在移民部门办理注册登记, 会有罚款及限制出入净可能, 根据白俄罗斯外交部领事总局通报, 自2019年1月2日起, 短期来白访问的外国公民, 不必亲自赴白移民部门办理注册, 可自行通过网路方式线上免费注册, 网址为Portograph by 线上注册适用范围, 一通过白俄罗斯各个边防口按入境, 并得白停留超过5日的外国公民, 二外国公民可委托在注册网站上具有账户的代理人, 根据个人真实资讯进行注册, 三注册完成后, 如需延长停留时间, 需要申请人本人亲自赴居住地所属的移民部门办理延期手续, 住, 在酒店入住的外国公民, 仍可有酒店办理注册手续, 不超过5日无需登记, 注册流程, 一访问网址, 右上角可选择语言, 俄语, 英语, 点选注册, 俄文, 英文, Registration, 使用个人邮箱地址注册, 并在个人邮箱内认证通过, 完成注册后可建成自己的账户, 二登入个人账户, 在注册种类中选择国籍和移民俄文, 英文, I-Tisership and Migration, 选择后, 下方会自动出现注册服务, 标有数字标识, 200.12.14.1, 点选预定俄文, 英文, Order, 选择确认俄文, 英文, A from the other, 开始填写个人资讯, 三个人资讯填写完成并提交后, 注册完成, 注册是否成功, 需要在一个工作日后, 到个人账户中当前状态中查询, 内务部门是否批准了申请人的注册, 也会在当前状态中显示, 感谢您持续关注定制旅行专家新兴国际。